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云高大师的这条名言 专门说明了我们所居的这个世界上的万事万物 无论是精神方面的还是物质方面的 一切都是无常性的 也可以说宇宙间的一切都具无常性 所以叫世界无常物 所谓无常 就是指所有一切有生命的生物 都是必定要死亡的 如各种动物 飞鸟 细菌等等 一天天进入老 慢慢就生病 最后就死了 而一切无情之物体 即无生命的东西 如我们现实世界中的房屋 汽车 衣服 鞋子等等 所有一切也是必定要坏灭的 这个坏灭是慢慢进行的 而不是一下就灭了 但终究它是要灭的 几年不灭 几十年要灭 几十年不灭 几百年要灭 几百年不灭 就几千年灭 总得要灭 任何东西都必定要灭 这是定义 宇宙间一切都是如此 所以叫无常 也就是说 宇宙间没有永恒不动的东西 一切都在 承住坏空的变化之中 这就是整个世界精神和物质现象 存在的科学观之真谛 那么 这些东西是怎样来的呢 是因缘合合而产生的 它们之间因缘聚会就合合起来 就存在了 比如录音机 就是由集成电路 塑料外壳 微型电动机 电线 喇叭 易经显示板等 众多元器件组成的 这些因缘合合起来 才能成为录音机 人 同样如此 是 附金母血合合 外加 灵之心事生命 这些因缘合合 才有的 总之 万事万物 都是缘起合合就成立 因缘离散 则不存在 以及离散无名相之意 就正如录音机 如果将集成电路 塑料外壳 微型电动机 电线 喇叭 易经显示板等元器件 一一分开 就不再有录音机 这个东西存在了 再如我们所住的房屋 把它拆散以后 那么也就没有 房子这个概念了 而只剩下一些 钢筋 水泥 砖头 瓦片 装饰用的墙纸等等 就是说 正是由于这些 各种各样的东西 组合在一起 才有房子这个名词 有名有相出现 而在因缘离散的时候 则没有了 这属于一种 悉空观的论地 所以说 万法终归空 明白这个道理以后 我们应该知道 世界上的一切 均是由因果关系 而组成了一种 因缘和合 名相甲体 故 善因显福果 二维显布报 即是说 我们做的一切好事 显现的 绝对是福报 比如一个人 比如一个人 具有丰富的学士 同时又爱国爱民 热爱世界和平 德才兼备 这样人们就会选他当领导 他就可更好的为人民服务 这些都是福报的表现 假如说 一个人整天就是偷摸拿片 干违反法纪的事情 自然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这就是 恶为成布报 所以 万法都具无偿性 都是因缘和合而生 因缘离散而灭 如梦幻泡影一般 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就只能做好事 而不能做任何坏事 也就是 凡是对国家 对人类 对世界有益的事情都做 而有损于人类的任何事情 都坚决不做 感谢观看